我的小孩不见了 不见了 在哪里不见呢 大概在哪个位置 爸爸你找我妈 没有关系 你不要紧张 小孩子 他自己会回来 宋平恩小姐 你好 你又取了 等一下 还没 先自我介绍吧 你好 我叫平恩 我叫宋平恩 那你怎么证明 你自己是 可能有耐心 会有爱心的女生呢 因为我们常常 遇见 我们常常遇见 不是 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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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怎么办 怎么了 这样怎么办 他怎么了 没事吧 怎么办 来 这推车要换一个 怎么会这么不稳呢 不好 没事 你 奶嘴 我看到 奶嘴 现在还长得比大人还高 奶嘴 喂 喂 我的梦想爱永远永远永远 会永远永远 怎么了 怎么了 大哥 你怎么了 大哥 我不要坐到那边 我们不能杀小孩好不好 我们不能杀小孩 你等一下 大哥 我们是温暖的 大哥 不是 不是我 是这个轮子不能固定 是 那重心的问题啊 不要坐在大宝院 是不是重心的问题 你又跟我过去 哎呦 可以出去好了 快来 这边比较安全 你就背对 背对我们就好了 因为太丑 走开 好 他们聊到哪里 聊到哪里 你说你怎么证明你是有耐心 有爱心的人 因为我们会常常遇到一些走失啊 或者是就是小朋友来乱 因为我们要租借娃娃车 那这样好不好 翔哥 怎么样 你来跟他示范一下 比如说你的小孩不见了 然后你去找他 看他怎么处理 好 预备 好 预备 起 小姐 小姐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 我 我 先生 你冷静 先生 你先冷静 怎么了吗 我小孩不见了 那我需要我帮您广播 尋找他吗 当然啊 不然能找你做什么呢 那我现在先帮您广播 您先冷静 那你那边稍等我一下 我等不及耶 你快一点好不好 我现在有点等不及了 各位来宾请注意 现场有位 年约27岁的巨大男婴 长相猥琐 身穿 膚色气囊 不是您而知的 请来三个福台认你 我都没有跟你讲 我小孩的条件你怎么都知道 我都没有知道 我小孩一句而已 通年 我刚才有看到类似的 类似喔 对 不是你带一只星星出来干什么 不是 对 好像星星 好像星星 好 好啦好啦 好啦好啦你 坐好坐好你看 很爱心 他安抚我们的情绪 是不是 对不对 有另外一种爸爸要来 怎么样怎么样 来来来 赶快 预备 起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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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说 我的小孩不见了 不见了 在哪里不见呢 大概在哪个位置 爸爸你找我吗 爸爸你找我吗 没有关系 你不要紧张 小孩子 他自己会回来的 哦 好 那还是你要在坐在前面等待呢 不要 要帮您广播吗 我们跳支舞吧 傻哥 爸爸 等一下 你是演小孩不见 你是演小孩 来 对 对 对 我跟你说 其实小康演得比较对 真的比较对吗 要像他的儿子 你好像他不是你亲生的 对 你要很激动 另外一个爸爸 好 好 你完了 小姐 小姐 我自己见了 我很难过 有了 你怎么带我去找他 不是 要这样 是他 是他要带你手套 还是你要带他去哪里 要这样子 对不对 伤心嘛 我懂了 你不要动 还有更急人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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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啊 啊 我们叫他做一件殷失 成熟 小孩坐好了 不要乱跑 好像危险 周三爺姐 妳坐柜台多久了 三年 就是从大学打工到现在 一毕业就去做 没有在毕业之前 打工就在那边了 一般我们跟小孩都讲话 都会用那个娃娃音啊 比较可爱 又别字 妳说不可以这样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他们会反而觉得太客套 而且他们会觉得女神 啊 就是他们可能遇到这种就是 就是要骗啊 就是不太會理你 如果你就說你要不要吃 他就會理你 那你難道沒有遇過惡魔小孩嗎 有啊 就是在整理娃娃車的時候 就故意把餅乾雪灑在上面 小朋友啊 故意 就看到你在清理娃娃車 然後在噴消毒水 就像這樣有沒有 對對對 這個就是惡魔小孩 那這是我們開始處理的 沒有 就是這樣 我沒有這樣 就是跟他打鬧這樣 跟他打鬧 打鬧 不要這樣 不是這種打 不是這種打 這個叫惡魔小孩嗎 有沒有遇到比較麻煩的爸爸媽媽 會啊 就是有一個小朋友 他在我們服務台前面 就玩滑板 受傷了 然後就是嘴巴有咬到 然後他就怪我們地板太滑 就是打蠟打太多 可是他可能太心急了 你是在百貨公司 對 百貨公司 他在玩滑板 對 就是裡面其實不能還滑板 可是我們又不敢去制止他 結果就真的不小心受傷了 然後反而怪罪你們地板太滑了 對 然後我們主管 還陪他去看醫生等等 就有賠償他醫藥費 這好麻煩喔 你們真的還有很大的耐心耶 對啊 根本是尿不準還怪馬桶歪嘛 也只能跟他說抱歉 給他方便啊 當隨便 因為家長可能太激動 因為畢竟是自己的小孩 所以如果是我 我也會比較緊張 對 就是如果自己家長 看到自己小孩子 我跟你講 一根寒毛掉了都受不了 是啊 但是呢 如果說在現場玩滑板 他父母親也應該先制止 對不對 而且你長那麼正 謝謝 最後一句 跟前面有什麼觀念 我在說什麼 沒有 沒有 謝謝 這雙很機靈 乖 乖 妳是走那種 增肌消脂呢 還是哪一種 對 增肌剪脂 然後線條跟伸展 是我的專長 對 曲線的 對 因為我以前是舞蹈系的 這個感覺 那你可以長側面 給我們大家看一下 側面嗎 哇 這個 會拍 懂拍 得了 曲線非常的漂亮 來 請看照片 這是什麼 那是什麼 什麼那一個木頭 這個是狐靈 狐靈很好用 對 狐靈 然後那個是 Viper Viper 兩個都是我 上課都會用到 對 所以比較多功能的訓練 張立忠你很適合這個 狐靈 對 那個動作很棒 對 減脂 減脂非常有效果 然後線條的部分 這個做下去我跟妳講 妳 真的 妳剛剛拿著那個 對 只是那個 所以不是拿公式包 妳拿公式包 請問妳在哪裡教學 我在板橋府中的蜗菌 對 我在蜗菌 板橋的 對 板橋府中店 但是很多人 從台中桃園來上你的課 對 就是我有一個學生 他是從桃園專程 來找我上課 他為什麼要這樣呢 就對我很支持 對 慕名而來 就比較信任我吧 因為他可能不習慣別的教練 然後習慣我教他的方法這樣 一定喜歡的 方便 對啊 妳有教過那種就是 其實跟健身是 搭不上的那種 從來沒有健身過的那種 就比如說很胖很胖啊 或者就是 有 有 就是有一個學生 剛來找我的時候 他體脂肪將近三 相近快三十趴 那很高 三十啊 對 三十趴 這樣用二八啊 二 二八 這麼近了 對 然後所以就是後來找我 訓練了一年後 大概半年之後就開始有點變 然後一年後 現在現在的體脂肪率 已經降得到十二趴 十二很近耶 不過因為他真的前面 很認真地在整集